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不会因为我们工程紧急而加快步伐进行维修机器 也不肯把核心技术传于我们 维修费用加上严工损失 新航铁路修下来真的是赤巨子 这不光是学贺类的教训 更是一个关于国家尊严的经历 从那以后 我国发誓致力要自己研发 盾购机 打断别国的恶意技术 垄断和欺压 为自己的民用和军用工程造福 一起来看看我国这方面的利息史吧 无限努力下的第一次盾购机突破的是在2012年 我国研制的天鹤号 超大盾购机 获得国际人民的肯定和认可 可以说是打破了近百年的技术封锁 这个实质性的飞跃 我们可以骄傲的说是天鹤号是属于中国创造的 一鼓作气 我国在变优秀的路上越走越远 多次收购外国的盾购公司 并向亚 欧洲出售我国 现能优异的盾购机 我们的成功也拉低了该行业的门槛 更加压的是 日本居然订购我们国家的盾购机 直接专门按给新加坡 弯解了中间商转差价的手段 而新加坡还蒙在鼓里呢 这也变相的说明了 我国的盾购机一届 还是小有成就的呢 最近的好消息是 我国研制的4000吨 巨无霸 乘星号 盾购机已经成功下线 标志着我国已经能够 全部掌握盾购机的核心技术 而且性能优良 而战星号是为了横贯长江而诞生的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实力不够的时候 就拼命努力吧 结局会替你打脸 看不起你的人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速带来愿意网络 用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